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八月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进入八月份很多朋友会问说 老师啊 七月份都这么紧张了 八月可以好一点点吗 当然是No 哈哈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七八月做成一个连续的动作片来看 那么七月份呢 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好像上了这个云霄飞车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刚到这个云霄飞车这一站 你坐上云霄飞车 感受到那个云霄飞车要开始启动 要哒哒哒哒哒哒往上走的那感觉 是不是有一种很紧张的状况 没有错 七月呢很多事情都开始了 可是八月份呢 它整个星象呢就好像云霄飞车的上冲下洗 你还来不及尖叫就到天底了 你还来不及尖叫它就到地面了那种感觉哦 所以整个八月是非常的紧张刺激跟惊悚的 那么这个里面呢它其实还带有几个味道 第一个呢叫战争 第二个呢叫做彩雷第三个叫爆炸 为什么呢 因为在整个八月份的星象里面来看呢 给我们启动了今年度啊一个蛮强烈的相位 叫做呢天王星跟土星的这种凶象 它将会被火星跟太阳启动 这很专业啊没有关系 但是重点就是告诉我们呢 在这个月份啊很多事情它都要透过一个破裂破坏 或者是说要开始怎么样结束的现象 让原来里面有的一些活力呢爆发出来 比方说在这个月你一定很容易看到别人怎么样 吵架啊竞争或者是呢分手拆伙离婚 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当然我们也有可能会看到什么呢 看到有一些像比较暴力或意外的伤害 那即便你没有呢有一些朋友会发现 哎怎么感觉最近的身体比较虚弱啊 容易受伤啊生病啊发炎发烧啊 没错8月份啊所有的事情就像太阳来到事作一样 它会摊在阳光底下 这些事情呢并不是无中生有 其实它早就存在 只是呢你跟我可能哎忽视没有看到 或者是我们想要隐忍 好就是已经不对的关系 不对的工作你还想要忍耐 但是现在大家忍不住了 因为呢这个月大家的火气都会特别大 所以很容易透过这样的冲突跟挑战 怎么样让很多事情要有一个重组的现象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我们在8月份里面呢 遇到不顺是正常的 遇到顺哎那你真的是蛮好运的 那在这样的心象之下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觉得有两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件事情就是呢 我们要平静心情 把力量放在自己的身上 因为外在很纷扰 人跟人之间的很紧张 可是呢为什么会紧张呢 可能是有不信任咯 或没有信心咯 不安全感咯 但是你唯一能控制的就是自己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 当然破坏啊分手啊很多不好的事情看起来很不好 其实它有它正面的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从2020年甚至到2024年这段期间 我们整个大环境呢在处于一个解构 然后要重新建构的状况 什么叫解构呢 就好像要拆旧的房子 准备盖新的房子 或者就好像呢我们的手链有没有 有很多串珠 现在这个绳子断掉了 然后呢珠珠呢散落一地 我们必须要重新拿一条绳子 然后呢把这些串珠重新串起来 但是它样子可能跟以往不一样 所以我们其实处于在解构 就是拆房子的这个阶段 那当然这样的阶段我们一定会有痛苦 但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可能以前我们很习惯的事情 很习惯的人事物 很能够隐忍的事情 很不想要自己花脑筋 动脑筋的事情 现在不行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破坏性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要破坏这个外形 让力量从里面出来 所以每个人在这个月 其实要发挥的是创意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去思考的是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处理 遇到一些挑战争吵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 有没有第三条路可以做 我觉得你会去看 例子上所有成功的人 他们往往那个人生的突破点 都是在痛苦挫折衰败的时候 出现一个转机 它绝对不是在它很顺 赚大钱的时候出现很好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在八月份 每个人要去互相鼓励的事情 那么回到这个个别的运势来看 请大家来参考自己的上升跟太阳星座 这个月份 其实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 都是太阳在试座月份 所以理论上最好运的星座族群 就会是白羊 狮子射手 以及其次的风向星座 包括了双子天秤跟水瓶座 特别是到了八月下旬 在差不多八月二十号的时候 火星会进入双子 二十六号的时候水星会进入天秤 所以风向星座 本来整体来讲好像是居次的好运 可是到了月底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转机 让他们更往上走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么整体来看 其实这个月份最好运的星座 我会给上升或太阳在天秤座的朋友 因为你会看到在这个月份 天秤座它会有一个群众的舞台 也就是说 它能够在群体里面被大家信任支持 或者是有贵人帮助 所以它也透过朋友群体网络 或是你有粉丝的话 就能够发展自己的空间 我们也知道天秤座的比较懂得做人 知道如何跟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互动 所以自然而然人气旺才气就会很旺 所以要先恭喜火象跟风向星座朋友 以及要鼓励天秤座朋友 你要留心这个机会 那再来呢 我们反过来看 这个月哪些族群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 这个金牛 狮子 天蝎 以及水瓶座的朋友 这个月呢你绝对是紧张的族群 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那个坐云霄飞车 前面第一排海景们的那一排 摇滚区的第一组 那么这个族群呢在这个月很容易 有重要的事情出现 而这个重要事情 它往往跟怎么结束重生有关 比方说呢 上升或太阳在视作跟水瓶座的朋友 在这个月特别容易呢 有感情婚姻合作竞争上面的正面冲突 而这个正面冲突的原因就是告诉彼此 缘分已尽 以后各走各的路 或者是我们可能需要坐下来重新谈 我们合作或是在一起的条件 要重新做一些调整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当然就不会太开心 而且呢有的时候 可能还会有外在的考量 比方说工作啊 长辈的一些压力 所以要特别留意 那当然 狮子跟水瓶它还是有这个月 好的能量在支持他们嘛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好好思考 你是不是能够借由某些危机 让它变成一个新的转机 那另外一个族群就是上升 或太阳在金牛跟天蝎 同样是固定星座 这个族群呢在这个月很容易有 家庭环境或者是事业的转变 比方说公司 有人事或者是组织的重整 或者你的职位有调整 或者是你有转职离职的机会 你有搬家搬迁的可能性 或者是说你遇到什么样的 内在或外在的危机 你必须要去因应 那特别是呢 这个事业跟家庭 往往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互动 这个互动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啊 有的时候有些人 他可能怎么样 因为家庭的关系 要去改变他的工作 对不对 不工作啦 或接手家族企业啦 或者是可能因为家庭纠纷 所以呢 再来一些名声上面不好的新闻 也可能影响他的名声地位嘛 特别是政商名流很容易嘛 反过来讲 事业上面的一些发展状况 也可能会影响家庭关系 这个是上升或太阳在金牛 跟天蝎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的 特别是 因为在这个月啊 火星呢 跟天王星都在金牛座 所以呢 以前可能呢 金牛跟天蝎能够忍耐 现在你不想忍耐了 你想要主动出击 你想要独立自主啊 那当然很多事情就没有什么好讲 你可能必须要做一些决定 是要特别留意的 那么 讲到感情 当然那四个星座 当然很容易有什么好或坏 很两极的发展 那么 纯粹的桃花的部分呢 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 白羊跟射手的朋友 这个月呢 玩乐的机会多 也可能有这个异地的情缘 不同背景的 桃花是不错的 可以留意 另外呢 上升或太阳呢 在双鱼或是处女的朋友 这个月呢 可能容易有什么 认识新朋友 特别是年轻的朋友 或者是心态年轻的朋友 当然你有可能有姐弟恋 兄妹恋 或者是就是认识比较 带你看到不一样世界 让你变得比较年轻 有活力的情人的机会 也是蛮高的 那另外一个族群呢 可能在感情上会有一些些纠结 这个纠结呢 既不像上升或太阳在 固定星座呢 那么的决裂 可是呢 它还是有一些议题的 就是上升或太阳 在这个巨蟹座 以及摩羯座的朋友 这两个族群呢 在感情上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 紧密的关系 夫妻啊 合作伙伴啊 情人啊 同居者等等等 可是在这个月 可能要去处理一些 金钱的议题 我们知道 当爱情跟面包混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纠葛嘛 对不对 或者是你们这个情人一起去创业 那在外面跟在家里面 要如何拿捏那个角色的分配 让彼此过得比较开心 我觉得这个族群也是要在这个月份 特别留意的哦 那我们再来看看呢 是财务方面 因为大家在讲 老师我真的不在意桃花啦 我在意的是钱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除了刚刚讲的这个上升 或太阳在天圣座 人气旺 才气旺的这个族群以外 另外呢就是上升或太阳在狮子座 以及呢处女座朋友 这个月 财运不错哦 特别是呢 在8月4号到8月26号之前呢 水星都来到了处女座的位置 是有利于这两个星座 谈薪水 找好的工作 或者是找这些什么兼职 或者找下半年星的计划 所以呢这两个族群 我觉得在8月份 倒是可以留意看看 有没有一些新鲜有趣的东西 可以学 可以玩 可以思考 可以创造 那当然呢 讲到赚钱呢 我们就必须要讲一下 提醒一下 上升在基本星座的朋友 上升跟太阳在白羊 巨蟹 天秤 跟摩羯座朋友 这个月呢花费比较大 花费大的原因是 你们真的很好客 很多社交活动啦 朋友出去玩啦 而且你们很容易怎么样 大方 这一摊我买单啦 这个我请客啦 所以就很容易有乱花钱的现象 如果值得是OK的 那如果呢 你有超支的问题 要稍微留意一下下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事业运势喔 那么事业运势 刚刚除了讲到 上升或太阳在天秤座的朋友以外呢 我觉得上升跟太阳在射手座的朋友 这个月其实也很不错喔 这个月呢射手座呢 开始有转机 你本来呢可能你觉得你做得很好 但是好像就停滞 恭喜你 这个月会怎么样 突破瓶颈再往上走 或者是你想要转职啊 转单位啊 或者你本来有一些 呃现实的条件绑着你 舒服你不让你动 你现在可以解套了 你现在可以转变了 可以成长了 那也许你可以出国了 或者认识新的伙伴 或者是财务上面有一些新的流动 那么很棒 所以我觉得上升或太阳在射手座的朋友 这个月也可以把握好的工作机会 那另外呢 上升或太阳在双鱼座的朋友啊 这个月你会发现你很受欢迎 因为在任何的团体里 只要有双鱼在 一定事情容易啊顺利进行 双鱼座这个月呢 并不是升官发财的这种实质的好处 可是你会发现 你呢很容易成为救火大队 成为万应工啊 所以呢 反而凸显出你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在凸显价值的同时 如果你有想要有长期的发展 或是有什么需要 记得可以把握机会 跟你的老板 跟你相关的人谈一谈 最后呢 是上升或太阳在双子座的朋友 双子座朋友呢 其实今年的运势还不错 而这个月份呢 我觉得你要把握的呢 就是身边的资源 这个月呢 双子座的贵人很多 但是呢 你的角色往往是合作 配合 还有你要串起那个贵人的 这个部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可能自己一个人 不一定能够完成什么事情 但是你发现啊 这个A啊 它有它的技术或产品 可是它不会卖 这个B啊 有通路会行销 但是没产品 所以你可能呢 因为认识两方 你就可以找这两方 一起出来做一件事情 不管你是要参与合作 或者是你只是要当一个仲介 通路也OK 基本上你就是一个 好像人际关系的黏着际 或者是一个可以更大的这种触媒 所以我觉得双子座朋友 我相信你们本身就一定有一种 很棒的智慧跟眼光 去找到这些机会 也是很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整个哈 八月份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部分 那不要忘记了 其实八月份呢 最主要的挑战会在八月十五之前 还有这个月底会开始有些变化 那这些变化其实都在帮助我们 去思考我们到底要什么 你可能要做出决定了 那也不是坏事哦 所以祝福大家呢 八月份都能够呢 乘风破浪 然后呢 为自己打出一场漂亮的仗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